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我想和大家分享 一道混合的菜式 大家都知道 魚香茄子很好吃 麻醋豆腐也很好吃 我把兩個合而為一 今天晚上做的什麼 就是魚香茄子 豆腐 有什麼材料呢 豆腐和魚香茄子 可以做的嗎 真的可以做的 而且還要很好吃 我兒子讚不絕口 很久之前 我已經分享了 魚香茄子的做法 那是需要用油炸茄子 這是職業廚房的做法 但是今晚我做什麼 我兒子也在笑 你加豆腐又要拍片 我說 我當然有不同的方法 我才拍片 今晚 我這個魚香茄子 魚香茄子豆腐 我這個茄子 我不會用來油炸 我用家廚的方式 我一樣可以做到 很漂亮的顏色出來 大家看看我怎麼做 我先把茄子拿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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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香茄子 最漂亮的一定是 梅香的鮑魚 其實可以用其他鹹魚也可以 不過味道不太香 我現在拿進去浸泡 這個茄子 大家看一下 我那個 等等 我那個 那盆水 剛剛先頭我按錯了 手指按錯了 所以我按錯了 這盆水叫洗米水 不要再說我盆水髒了 如果你聽不明白 廣東話的話 這是洗米水 那個 不是髒水 明白了沒有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洗米水都不懂 就叫做學人進廚房 說這盆水髒 好 我經常都有這些 說 不過這個是我的性格 改不了 不喜歡就過煮 麻煩你 我買了大約半斤 的肉碎 這個我即場拌的 就是另一個拌法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怎樣拌 這條影片 有很多家廚的技巧 我希望大家仔細去看看 其實家廚 不是不好吃的 是代名詞 只不過技巧方面 都是需要一些 這些豬肉已經乾淨 所以不用洗 現在這一次 為什麼我會說 唉 唉 對不起 唉 弄了這個水 太過瀟灑了 這樣呢 這些肉碎 我為什麼會說是家廚式 因為我是即醃 即整即食 OK 那很簡單 半斤豬肉 加少許鹽 半茶匙 然後糖 可以多加一些 下足一匙 OK 然後 生粉 然後 然後 其實都是那些 來的 不過呢 就加少一點 那 胡椒粉 或者胡椒碎 然後 然後 少許雞粉 然後 然後 就 麻油 然後 然後 生抽 一茶匙 一茶匙 基本上 就是這樣的味 然後 加少許水 雖然說是加廚 但是一樣要加水 然後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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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 一樣 我這個是新鮮 的梅肉 其實是冰鮮梅肉 都破貴 就比我之前買的貴 因為之前那一檔 就撿鬼了粒 不是撿粒 是被迫遷 我也不明白 疫情期間 都可以加租的 你說大家 說是甚麼道理 那就沒辦法 那我去另一檔買 一樣是冰鮮 不過是稍貴的 那 無論我們加 即使用甚麼肉 都好 其實醃法也是一樣的 OK 那 現在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我少了東西 是呀 我沒有加甚麼 沒有加蘇打粉 但是我一樣不停醃 那水呢 因為我沒有加蘇打粉 我水就不能加太多了 OK 那 一樣是這樣醃法 大家看到 一樣是攪到它起膠 那如果大家才有留意的畫面 那些豬肉是一粒粒的 現在呢 開始起膠了 OK 所以呢 其實呢 無論你是要用這個職業的也好 還是是用這個家廚的方式也好 其實那個標準都是不會變的 那 那就起膠了 然後呢 我再加些油下去 是不是很快 是啊 我被人投訴 投訴甚麼 哇 你做到菜啊 不用開飯啦 55分鐘 其實呢 第一 我拍片 我的示範是慢了的 第二樣東西呢 喂 在我們過場的期間 我就在影片裡說話而已 但實際上 我們煮一頓飯 大家都知道 我經常都說 家廚是 就是 是 一個很好的時間管理的訓練來的 喂 過場期間我當然是做其他菜 對嗎 喂 炒東西就很快 怎樣 怎麼久都好 都不會超過一個半鐘頭有飯吃 無論你煮九大鬼都好 是不是這麼說 啊 除非真的煮九大鬼那些 就另計啊 好 那接著 起膠了 搞定 然後呢 我再繼續 我浸一浸 這個瓜生先 因為呢 那個要是 就是 等它呢 燒一燒 用洗米水 啊 跟著 然後 那個 因為呢 這個豆腐呢 我買了回來就很久了 換了兩次水 所以很乾淨 那現在呢 一樣了 開豆腐大家記不記得啊 怎麼開啊 我也是洗一洗它 因為摸到有少少滑 聞一下先 舊豆腐很正常啊 那 記住啊 豆腐呢 買回來呢 最好就是什麼呢 最好呢 就是 立刻拿水 拿新鮮水 沖一沖洗它 因為呢 你在浸在豆腐店的水呢 其實呢 它浸久了 會有細菌的 那 尤其是在夏天 所以回來第一時間 要做什麼 拿清水 沖一沖洗它 然後立刻拿一盒清水 浸著它 放到雪櫃 你可以放到晚上煮 都不會變的 基本上 好了 跟著之後 怎樣呢 首先呢 就是把這個豆腐 平切一半 OK 那大家看看 跟著之後 打狗公甲 不用怕這把刀 這把刀我們用得慣的 即是大家用慣了 用什麼刀都不會切到自己手 看看你怎樣切的 OK 這裡平分一半 跟著就打狗公甲 那豆腐就切完了 那這個呢 我現在用這個 就叫做包仔豆腐 那包仔豆腐呢 它外面就比較有層皮 那就實心一點 然後裡面就跟滑豆腐 一模一樣的 那我就做完了 然後 然後 我就要泡皮 等一下 好 那 我砍板 看不看這樣啊 都是那塊砍板來的 如果你沒有用過這種砍板的話 麻烦你上google查一查 什么叫做线木砧板 不要再说我的砧板脏了 你们没有见识过 别那么多会话 我怀疑那些全部都是听不懂广东话的 所以我要讲普通话 虽然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 好 跟着就切了它 尽量快点 贴近我实际的实践 其实有时候我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说我做demo 我煮一餐饭我就实践了 有什么人跟你做demo 我有这么多钱跟你浪费 我煮完就要吃了 大家说是吧 真是比这些影片太过重得惯了 这条比较粗 我说过的 幼的就割三条 粗的就四条 要刮走少少皮 就可以令到它吃起来就没那么硬 跟着之后 这个茄子就可以长少少 为什么呢 我想它快点熟 所以我就切长一点 切小一点 切薄一点 切薄一点 切开两面之后 每面开四条 这样就很薄的了 为什么要切到这么幼 这么薄呢 原因是因为我不会用油炸 我想让它快点熟 而且更加容易炆得更嫩滑 所以我就要用长条形 OK 好 搞定了 那我切那些 那些 做料 有蒜头 有 剁蓉 接着两只辣椒 接着 咸鱼 那些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基本上都是那些材料 OK 那大家等一下看一下我开锅的时候 怎样做 好简单 是不是很快脆 用了多久 我都不知道 好像是 哦 用了十二分钟 煮完也是三十分钟 搞定的 OK 好 就这样 待会见 好了 大家 那先头就和大家介绍了 那些材料 那这个茄子豆腐是怎么做呢 鱼翁茄子豆腐 现在呢 就 开大火烧锅 建烟 然后下油 然后再收小火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时间要做的是 就是先煎了咸鱼先 好 那现在呢 就关小火了 那我们呢 就是 鱼翁茄子呢 大家都知道是有咸鱼味 对不对 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腥呢 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了 我们就要是 就是 就是 煎到它呢 就够透 啊 就脆薄薄为止 啊 那现在呢 我们烧熊了之后呢 我们就关小锅 那就慢慢煎 咸鱼翁茄子呢 我们家厨 其实做鱼翁茄子呢 是给酒楼有个优势的 就是什么呢 酒楼呢 他们炸鲜鱼 炸完鲜鱼的油 他们是通常不要的 但我们呢 就直接 现在呢 我一剪过一下 直接用鲜鱼油来煮的 OK 那这样呢 我 很多呢 就家厨就经常说 喂 我炒茄子 为什么经常都这么黑的 那样 其实呢 之所以那么容易发黑 是因为 个个都拿茄子来炒 你不炒那些茄子 就不会发黑的了 好 那现在呢 好香的咸鱼味啊 咸鱼呢 要 起码到它呢 即是表面呢 脆脆脆脆 这样才可以令到它的心呢 那些鱼腥味才走出来 OK 那炸到最后呢 即是煎到最后呢 这个其实就是 即是说炸鲜鱼 其实就是煎鲜鱼 OK 那煎到最后呢 迫了它的鱼腥味 之后呢 就剩下的就是咸鱼的香味 好了 那 现在咸鱼差不多可以了 大家猜猜 我现在拿什么材料呢 给三声 1 2 3 猜不猜到呀 哈哈 猜猜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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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不到呀 猜不到呀 大家 那而且呢 这个呢 这个也是加厨 優之为之的 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我们是一剔过 就不需要呢 特意要开油去炸了 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开大火 我就当是和肉饼是走油 这样啊 那呢 现在呢 我就尽量放平那些肉饼 大家记不记得呀 无论是走油还是煎 我们下肉饼下料之后 怎样啊 煎的时候 或者炸的走油的时候 那肯定不要那么多手啦 你一多手就煮了 那些肉呢 就会出水的 锁不住这些水份的了 OK 好 那现在呢 怕煎熟那头呢 怕煎熟那头呢 怕煎熟的话呢 那就可以 啊 离一离锅啦 那 最后呢 可以浪一下锅呢 那些肉呢 可以 四围动的呢 这样就煎熟了 那现在还差一点点啊 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啊 大家 煎到很甘香 不用怕焦的 看着火就可以了 那又是啦 翻转了之后呢 不用管它 由得它 由得它煎 由得它走油 继续 这个时候 那些咸鱼就煎得很甘香 咦 这个 有没有 好似曾相识啊 是的 咸鱼煎肉饼啊 就是这样 只不过用小火煎 我现在用大火 OK 好 这个时候呢 可以动一些肉了 咸鱼煎得很甘香 就不一定要肉的肉身熟 OK 这样呢 就可以产生这个霉蜜反应 就可以锁住它 这个肉汁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下这个 酸蓉啊 嘿 我这个程序又和其他人不一样啊 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 所以 等下呢 那个汁呢 会更加浓郁的 炒 炒 那些 蒜头啦 辣椒啦 炒到差不多了 跟着之后呢 大家经常都 怕着是 就是 会是 比较辣啦 所以我就喜欢用这种 麻辣酱 OK 它是很地道的 但是呢 又不是很辣的 那一般来说呢 这些鱼香茄子呢 很多人呢 包括正宗的 就是 正宗的 四川厨师呢 他们都会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是 四川豆瓣酱 但是其实呢 不需要的 OK 不一定要的 大家要记住啊 这个时候呢 再炒炒它 让那些麻辣酱 揮发香味出来 虽然大家看到红色了 又加了辣椒而已 我这道菜不是很辣的 香港人吃得到的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下水了 咦 这些矮瓜在哪里呢 矮瓜不要理他 大家不用紧张 OK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那就下什么呢 半斤盐 鸡蛋 2匙糖 2匙糖 少许鸡粉 我现在先伸开那个老抽 啊 我们这些实践环境来的嘛 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到什么用什么 啊 啊 整天都会有点小意 好了 下呢 大概是 半茶匙左右的老抽 上色的 然后呢 下少少蠔油 蠔油 大约1茶匙左右 然后呢 1 2 3 4 2茶匙多的生抽 那基本上 调好色的啦 有得它滚啊 滚一会儿啊 好 在这个时候呢 我要做一件事了 大家先留在心中呢 就有个疑问 咦 那些 那些 茄子去了哪儿啊 茄子在这儿 OK 那 那就 移过少少位 那我和这个茄子做什么呢 就是上油 等一会儿 啊 煎一煎底啊 如果不是的话 那些油会 滲到底 啊 啊 那呢 和那些茄子上油 其实不上油都可以的 啊 我上油的目的呢 就是想它呢 就更加 就是颜色更加漂亮的意思 OK 那你不上油呢 其实都可以OK的 因为呢 只要我们不炒那些茄子呢 那些颜色呢 就不会变黑的啦 那但是呢 如果我这样上油的话呢 就可以令到呢 那些颜色保持得更加漂亮的 那我用的油的份量 就不是很多的 OK 只要够 那够呢 就是令到那些茄子呢 啊 它表面尖有那些油份 就OK的了 那这里讲的油份是多少呢 其实加起来都不够一茶匙 那呢 那现在呢 我就由得那只锅呢 就是那些 里面那些什么呢 那些里面那些肉碎呢 就由得它滚 让它出味 那我放一滴油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 啊 收很多件 是啊 所以其实不是用很多油的 记住啊 其实呢 我们家住 整天呢 煮这个茄子会发黑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整天呢 就拿下去炒 只要没有炒这个动作 炒茄子这个动作的话呢 这个茄子呢 就不会发黑的了 好了 现在这个时候够了 接着就 我放那些茄子下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 煮它 五分钟 五分钟啊 那五分钟之后 我再跟大家揭晓 看看结果完 看看它 会不会发黑了 OK 豆腐呢 豆腐蛋先放 不用心急 OK 好了 五分钟够了 看一下先 咦 大家看到茄子的颜色 没有变高 没有黑到 OK 大家记住 以后不要再炒茄子 茄子 不是用来炒的 OK 所以就整天大家会发黑了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放豆腐下去了 那 现在呢 那些肉啊 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茄子很软 看到吗 还是鲜艳的紫色 那我这一次呢 上一次 如果大家研摩 那个鱼翁茄子 这个标准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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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酒楼的程序 是嫌它太多油的话 这个就适合大家了 OK 那 大家呢 看到的 我先头好像不是放了很多水 哦 但是呢 现在煮的都还有那么多水 是的 因为呢 茄子呢 虽然呢 是干身的 但是它都会有水的 OK 所以呢 所以呢 水不用放太多 药量 放大约100cc 多一点 就已经足够了 那 那本身我这些肉呢 这样炆化 都会出水的嘛 OK 行不行 那 大家记住哦 以后不会黑茄子怎么做啊 不要炒茄子 记住啊 不要炒矮瓜 记住啊 OK 茄子是不能炒的 炒就变黑了 好 等一下 我现在呢 再给它呢 就五分钟 等这豆腐入味啊 哈 OK 那 碰完 啊 等一下再看下 效果如何 好了 好了 五分钟又过了 中香了 看看如何先 哇 水都收干得七七八八了 哇 这豆腐都有一点点黏底 不过呢 是很入味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加回多一点水 和 加一点点生粉 下去 就是打个芡 打个薄芡 哎呀 嘞 煮到这里 特意有条茄子走出来 哦 有没有发黑啊 没有 记住 重要的事情要说很多次 不要以后不要再炒茄子 不要用矮瓜来炒 你一炒就会发黑的了 OK 好 这个时候呢 稍微 啊 弄一弄它 那这样呢 因为我儿子喜欢 就是 喜欢吃汁 所以我放多一点点水 不要等一下 让他投诉我 哇 老爸你又收得那么干 OK 那这个时候呢 茄子呢 就焖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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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软熟的 OK 那 我这样去煮 最后加豆腐下去呢 那些豆腐呢 那些豆腐呢 就会吸光那些味的了 我和大家说呢 是不是一送二料啊 不是一吃二料 是一送二料 又想吃麻婆豆腐 又想吃鱼香茄子 又想吃鱼香茄子 怎么办呢 滚了 关火 然后我装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我都不放葱的 装了才放葱啊 啊 啊 大家要记住了 以后啊 想吃一吃二料啊 一个送就两种吃法 两种的感觉 那呢 就可以 跟我一起做这个 鱼香茄子豆腐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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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我煮到最后我整十分钟了 都没有发黑的 OK 真的不是只有炊子啊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放一些葱下去先 哇 又是 My favorite 大大 大大葱 大大大葱 OK 留下葱来做什么呢 还有下一个葱 嘿嘿 好 那呢 就先关掉抽业 好 好 Close up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茄子 第一 没有发黑的 OK 那好了 那 今天呢 我做这个茄子 鱼香茄子 豆腐呢 就完全违反了一般人的常识的 但是其实呢 这个方法呢 这个程序呢 就好像 是什么呢 职业厨房的 不过呢 职业厨房呢 他们就会用油炸的方式啦 但是这一次我是用什么呢 我不是用油炸的方式 我只是上油而已 上油的一茶匙都没有 OK 如果大家都还觉得多油的话呢 那就可以 啊 是 是 直到不掃油都行 OK 不掃油都行的 记住 想茄子不发黑 一定不要炒 大家之所以 每次做的茄子都是发黑 就是因为大家炒过 OK 明白 好了 那这个是重点啦 接着其他那些呢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呀 为什么鱼香茄子那些咸鱼 要放咸鱼 但是那些咸鱼不腥的呢 是因为要煎过它 要炸过它 我们要煎到它 大家先来看一下 我第一件事是 下了咸鱼去煎 是不是 跟着就是 拿回咸鱼油 下去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 是不是 鱼香的效果 是不是 比职业厨房 还要高 因为职业厨房 他们炸完那些咸鱼 他就不要那些油的 OK 行不行 好了 然后呢 我们要炒了那些猪肉 炒到它半熟 最主要就是煎香两边 只要有了煎香的两边 它就有那个梅立反应的话 你想这些肉汁不惹味都很难啦 是不是 好了 接着下来呢 就是因为本身那些猪肉是有味的嘛 那所以呢 我们调味呢 就不要下那么重手了 那呢 就是下半匙盐 OK 接着下来 因为我们还有酱油 其他啊 生抽老抽啊 蠔油啊 这些都咸的嘛 OK 行不行 所以呢 我现在这样做出来呢 是不咸的 大家要记住了喔 今天我这道菜呢 主要就是想分享 原来呢 可以有一食二料 一送二 二食的方法 这个第一啦 第二就是 如何令到那些茄子不要发黑啦 第三就是 要令到一如以往啦 我炒鲜鱼炒白菜 鱼香茄子 或者是这个鱼香茄子豆腐 都是一样 一定是要煎那些咸鱼炸那些咸鱼 那就只有咸鱼的香味 就没有咸鱼的腥味的 OK 行不行 就这么多了 再给大家欣赏一下 一个close shot 给大家欣赏一下 再看一下表面 没有油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油的 看不到有一层油在面的 OK 好少油的 我这个 希望大家呢 以后呢 做这个菜 不要经常发愁 为什么茄子会变黑 记住 千万不要炒 你一炒就黑了 OK 行不行 就是这样 那 还有一个菜 才吃饭 今晚很精彩 做什么呢 等下做我 这个辣酒煮花螺 指定动作 因为有人突然想吃 我又发觉有得卖 所以做 OK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菜 不妨礙大家 拜拜